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不讲 小编C 念水笑 第706章 破碎界第四层 开启 苏子安再次攻身 回宗主 我们四人的确是来自天际宗 我名苏子安 原是天际宗的长老 说着 又指了指身边长相粗犷的男子 这是鲁明 天际宗执法堂执事 在鲁明身后的两人是天际宗的弟子 海振奎 樊娃 莫无忌心中很欣喜 尽管他放弃了单独建立天际宗的想法 但他好歹还是天际宗的宗主 对天际宗一直是很有感情的 不说苏子安已经是先尊后期 那鲁明也是先王中期 海振奎虽说是女子 但资质肯定不低 居然是大罗先后期 在他门下 只要不是太差 大罗先后期其实和先王并没有多少区别 因为他有的是立先王丹 至于年龄最小的樊娃是悬先后期 樊娃面黄鸡兽背着一支竹剑 但莫无忌却隐约感觉 这樊娃最有前途 在监狱这个地方 他的周身居然散发了一样的淡若剑意 可见他与别人不同 别人在剑狱中为了保命 他却能在此感悟剑意 莫无忌又将目光落在了扎瑞身上 扎瑞准地修为 长相英俊同样很瘦 在监狱这个地方 能活下来就算不错 至于瘦弱 那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外形 祖主 弟子扎瑞 因不小心挫杀大剑道的一个天才弟子 结果被大剑道的先帝抓住 用剑斧锁了 然后关在了监狱之中 扎瑞见莫无忌看着自己 赶紧上前自我介绍了一番 跟随扎瑞一起来的 一名先王后妻 一名先尊中妻 先尊中妻的是一名中年女子 名叫赛君 话似乎不多 最后那名先王叫做冬沙 身上伤势较深 半边眉骨都没了 脸上更是血迹斑斑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那就是平凡 平凡的宗旨 人人平等 甚至是先凡之间也平等 这听起来 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 但这就是我们奴隶的目标 莫无忌没有告诉苏子安 他就是天机宗的宗主 他不想让苏子安几个人 在这里有什么不同 现在没有天机宗 大家都是平凡的人 莫无忌的话 可是犹若巨石落下 哪怕这里是监狱 哪怕大家明知道 出去的希望渺茫 但众人依然无法理解 莫无忌的话 只有韩清儒略为有些明白 莫无忌在百花山庄之时 似乎就没觉得 修仙者比寻常凡人高贵多少 仙人之间的平等 这虽然离谱 还能说得过去 可是仙凡平等 这完全就是在做梦 莫无忌则是平静地说 我知道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在平凡之内 人人就是平等的 其实 这也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在仙界的佛们 就提出过平等的悼念 他们比我提出来的人人平等 更加离谱 他们提出的 是众生平等 当然 他们中很多门派 只是将众生平等 放在口中说说而已 至于做不做得到 他们并不会考虑 而我平凡不同 既然提出了人人平等 那就没有先凡之说 无忌 我认为绝对的平等 很难做到的 一边的韩清儒 有些担忧地说 清儒姐说的是 不论是仙人 还是凡俗之人 都无法做到绝对平等 就拿我们平凡来说 有宗主还有长老 他们的地位就不平等了 再比如说 一个犯了罪的人 他是没有资格和别人平等的 再比如 一个仙人和一个凡人 他们的心理优势 也是不平等的 说到这儿 莫无忌的目光 缓缓从众人身上扫过 我说的平等 指的是一条 衡量道德理念的标志面前 人人平等 今后在平凡之内 仙人不能无故屠戮凡人 仙凡的交易 也要按照同等价值交换 能站在这儿 哪一个不是经历了无数事情 浪力逃杀才留下来的 莫无忌的话说得这么清楚 大家自然明白 虽然没有人看好莫无忌的想法 但也没人提出来 他们不知道 莫无忌就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 所以很难理解 为何莫无忌要提出仙凡平等 这里是大剑道的剑狱 大剑道 是我平凡建立后 第一个要灭掉的仙门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剑狱离开 而这儿 也是我们平凡先门的第一个立足点 莫无忌说到这儿 忽然叫道 威子道 威子道在 威子道清楚 莫无忌现在 需要对平凡的绝对控制 否则的话 他这种不切实际的理念 尚未执行 恐怕就会夭折 你为平凡诱护尊主 我不在的时候 这里的一切 由你做主 莫无忌说着 抓出了两个玉瓶 这里是仙灵丹 还有志青丹 你尽快恢复自己的实力 随时准备离开监狱 是 宗主 威子道的声音 激动的都有些颤抖了 他很清楚志青丹 对自己的作用 他也明白 为什么之前 莫无忌不给志青丹他 那是因为 他还为发下誓言 加入平凡 换成他 他也不会给 简明成 你为平凡的传道尊主 负责出去之后 平凡宗门弟子的招收 聂崇安 你为平凡的内侍尊主 负责出去以后 平凡宗门的建立 扎瑞为平凡第一长老 苏子安为平凡第二长老 斐林为平凡第三长老 于赛君为平凡第四长老 具体事宜 出去之后安排 哪怕还未离开建狱 莫无忌已经开始安排平凡的具体事宜 对他来说 能在建狱里找到这么多加入平凡的强者 那是最好的事情 平凡不是一己之力能够建立的 他需要寻找一批志同道合者 他自己才大螺线中起 尽管练体到了身体四层 可是要循序渐进的去建立平凡 也许还要再过个百万年才差不多 而百万年的时间黄花菜都凉了 他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金金半炷香的时间 莫无忌就将这里所有人的事情都安排了一遍 同时一共拿出了二十瓶先林丹 十瓶至清丹 交与大家疗伤 还未建立宗门 便获得了疗伤的先丹 进入监狱以来 所有的人都是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斗志和希望 威子道更是心惊不已 莫无忌拿出一两瓶的至清丹 他还可以理解 以此性拿出了十几瓶 还都是特等 这简直就是梦幻 这只有一个解释 莫无忌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炼制特等至清丹的丹地 威子道能够猜到 聂崇安和简明成他们 显然也能隐约猜到 莫无忌是一个丹地 在由此猜想后 几名先帝更加振奋 仙界最受人尊敬的就是丹地和道地 还有就是顶级的先阵大师 莫无忌将甩锅叫了出来 让甩锅和大家认识一番后 将甩锅丢在了他的护阵里头 让甩锅一边炼体一边修炼 这等好环境 自然要让甩锅也淬炼一下 拿出这么多的至清丹和先林丹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早点恢复 一旦出去之后 很有可能面临大战 他可不想平凡还未开始建立 平凡的弟子就被大剑道给杀光了 等所有人都进入湖镇 开始闭关疗伤恢复实力之后 莫无忌再次离开了这片戈壁 他留在这里修炼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神体四层 除了剑气漩涡里头之外 剑狱中能伤害他的地方 已经是少之又少 莫无忌现在要一边寻找出路 一边继续淬炼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他还有两个地方要去 一个是刚被传送进来的地方 他在那里做了神念印记 现在过去瞧瞧 能不能再次感应到外面的传送阵 如果感应不到 他就要单独去剑气河 他的想法与百叶类似 他也认为剑气河很可能是出去的路 破碎界第三层边缘 至少有十数万的仙人正挤在这里 来这儿的仙人 从天仙到大罗仙都有 原本破碎界第四层开启 只有大乙仙之下才能进去 而这次 因为破碎界第四层还未到开启的时候 被太上天的强者 用超越仙气的法宝强行打开 所以破坏了其中一些规则 造成了大罗仙也能进入 一名年轻的男子 站在被打开的破碎界第四层的入口处 尽管有无数的人挤在入口之外 都知道这年轻男子背后就是破碎界第四层 却没有一个人敢贸然冲过去 到这儿的人都清楚 这年轻男子是谁 太上天的禁瑜 一个大先帝强者 禁瑜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去 还生说道 这次破碎界第四层是消耗太上天宝物打开的 所以每一个进入的人 必须拿出从破碎界四层收获的一半 交于太上天 我们也会根据在破碎界的收获 评选本次可以入选太上天的天才弟子 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件事情人所共知 禁瑜点了点头继续说 破碎界第三层破碎虚中 有一件宝物叫做夜火红莲 在第三层出现后就消失了 我们猜测 这件宝物很可能出现在了第四层 无论是谁获得了夜火红莲 必须上交太上天 当然 它会收获更大的回报 被太上天作为顶级核心来培养 苏师姐 在人群的边角处 一名瘦弱男子刚想开口 就被他身旁的女子用严厉的眼神直住 随后他向男子传音 让他有话到里头再说 千万别在这里继续乱开口 而这两个人 正是从卧无忌的天机丹阁中 死里逃生的苏柔儿和斗花龙 他们一直躲在咏莹仙语 在得知莫无忌被极大先帝围杀之后 很有可能陨落的消息时 这才冒死前来破碎界 寻找提升修为的机会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